你看 這麼大耶 新年耶 哇 別等會齁 這一隻才五百塊 大家好 我是吉寶媽 我是阿呆 我們今天來到了高雄的 鵝仔鳥魚市場 鵝仔鳥魚市場 它很有名就是那種 很辣的海鮮特別多 它裡面有 116個湯味 然後每一攤都很新鮮 那我們就帶觀眾去看看吧 走 帶我們去買一些海鮮 晚上來喝啤酒 好啊 我們用那個氣炸烤箱 阿呆你知道嗎 它這個魚市場裡面 當然除了賣海鮮 也有賣那個烤肉 我們等一下去吃烤肉 好爽 好爽 我們點了好奇樣子 那我們來品嘗這個 竹甲魚 我很喜歡吃這個竹甲魚 它四片四十塊 我以前第一次看到 這個竹甲魚 我以為不好吃 又來有一隻在布袋野港吃 驚為天人 從此以後愛上那個竹甲魚 而且它很像魚的味道都濃縮 鎖在裡面 然後甜甜的 鮮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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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吃吃小一點像 像那種 我們外面餵貓貓吃那種 鮪魚罐的感覺 突然覺得不想吃了 是嗎 真的耶 原來我們家貓貓吃貓貓就是這種味道 好熟悉的味道 因為你每天都有在餵貓 這個給你給你給你 好吃的留給你 謝謝 我們再來吃這個 好 蚵仔 一二三四五六七 八顆一盤 八顆喔 啊 這麼大耶 這麼大 我要擠點檸檬汁 很香喔 很鮮耶 欸每一顆都很大顆 對啊 你看看 而且它烤的技術很好 它每一顆烤的不會太乾 也不會生 你看看 每一顆都剛剛好 你看看 真的啦 這樣子 好吃 比我還自己去吃烤拉 吃到飽 烤的蚵仔還好吃 因為我們自己不太會烤 嗯 嗯 有熟 但是又不會太油膩 對 它這裡買一 海鮮的好處是 你在這邊買的話 就會當場會幫你殺 方便一些主婦 不想要親手自己攢的人 要殺個螃蟹我就很壞 很可怕 我跟你們說 你們這個現在快六點來嘛 可以撿便宜喔 可是老闆他們要收他的都會算便宜 老闆才送我300個 老闆才送我300個 老蚵 原來蚵也有分老的 老蚵 老蚵是什麼意思 老蚵 牠的比較不會 牠的比較Q 牠不會Q起來 牠不會Q小 哦 牠的比較Q 這樣喔 老蚵仔在海裡面三年 喔齁 了解 然後那個蚵仔 就比較不會Q起來 所以你吃了時候 就像那個肥肥的有沒有 喔 雖然欸 喔 肥脂脂欸 欸 他拿一個很小顆的 TEMPO給我看 就剖起來那麼大顆啦 對啊 嚇死人 買了100元 大概14顆 而且每一顆都很肥耶 晚上可以好好吃啊 對啊 安康宇喔 好好玩喔 別等會齁 這一隻啊齁 這一隻 好有趣喔 太好笑了 嗯 這樣比較漂亮 太大隻了 很貴 新鮮眼睛才那麼大啊 好吃嗎 這一隻才500塊 你看 他的羽牙 眼睛都很亮很新鮮喔 嗯 你看 其實信不信心要看眼睛 Puling Puling的有沒有 又很大隻又便宜 那兩條五米五百耶 這兩條喔 對 這是實際魚 這是野生的 夠便宜啦 這鬼頭燈 我們上次去那個滿風之地魚場 那加那兩條三條 我給你拿三塊五百耶 我要收那一條 一家比一家便宜 這一片啦 黑尾魚 喔那我給你拿一百三塊嗎 好高笑喔 好高笑喔 好心目的 啊 這是什麼啊 全慢 全慢喔 這很好吃啊 第一次看到耶 三杯 三杯 還是點骨 喔 很苦喔 小天 一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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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餅 一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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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一家 一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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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拍一拍 這個蛤蠻這麼大 誇張,對比 看這個 對比很誇張喔 巨塔 賣乾貨 那個竹甲魚 對 有一些乾貨可以賣 海鮮乾貨 這個外圍也是有一些賣 你們店名跟我的名字一樣耶 好多汁的感覺耶 很飽 很大顆 你剛剛壓下去汁還噴出去 很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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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隻喔 佛心老闆娘 這麼大盤 蚵仔煎70塊喔 然後老闆娘啊 一邊煎啊一邊跟我講說 我不會怕你們吃了 所以他那個蚵仔一大把 蝦子一大把 中和煎 中和煎就是蝦子跟蚵仔一大把 什麼都給你一大把 菜一大把 然後煎起來就這麼一大盤 來你看看你看看 你看看 唉唷我耶 數不完啊你看啊 有蚵仔 有蚵仔的蚵仔煎繪畫 嗯 你下去那個蚵仔的肚子就噴汁了 喔 很鮮耶 好吃耶 酸醬就是很道地的那種 蚵仔煎的蘸醬 這個你們來可以吃喔 這一家 點了蚵仔煎 我們還有點了一碗海產粥 海產粥110 你知道我看了心情有多好 裡面 都是海產 然後那個蝦蝦都那麼大隻 蝦蝦很大隻喔 哇 而且很鮮 你看那個蝦先不鮮 看它那個角角有沒有 這樣開開的 表示 它很新鮮就 就活活的被燙死了 好可憐喔 然後 它有這個 魚丸 那個手工的魚丸 然後幾個啊 喔 數不完啊阿呆 五六個有喔 蝦子有三隻啦 三隻 對蝦子有三隻 然後還有這種 小卷 嗯 還有這個蚵仔 這個蚵仔 蚵仔 蚵仔也是很多顆耶 然後還有魚柳 好爽喔 它的海鮮有夠多 然後它裡面還放了滿滿的筍絲 還有那個蒜頭酥 還有芹菜 老闆娘有沒有賺錢 什麼 干貝 干貝在哪裡 老闆有給我打PASS 它有干貝喔 還好你有來 把眠給你吧 對 我快笑死了 還好 那個老闆有給我打PASS 我少說了一樣干貝 被我找到了吧 好可愛 對啊 你看 齁 老闆 你真的有沒有賺錢啦 這麼大一碗好佛心喔 齁 我覺得料比麥還要多 我先喝一口它的湯 嗯 大海味 齁 然後你看那個蚵仔 好新鮮的 來蚵仔料就是蚵仔汁喔 好好吃喔 然後它這個也滿多塊耶 新鮮的 新鮮的 在魚市場旁邊 他敢賣不新鮮 我們馬上分桌 那待我們來蚵仔料那麼多次 為什麼我們今天才知道呢 這叫必吹 超吹 如果你沒有打算去吃哈山打 你想吃小吃 可以來這家 很好吃 可以來 推推 喝這個小品愛玉喔 它是手工 它是真的愛玉喔 然後它的檸檬汁 老闆娘真的切一半一半下去在那 現場在那壓汁 這樣子 多少你知道嗎 40 這麼大杯 對 待會我要買一杯外帶 這你不敢喝 因為它檸檬是 是純檸檬下去的喔 這個夏天好舒服喔 我喜歡這種酸酸甜甜 人家還不錯 小品愛玉 我們聊漁獲直銷中心啊 旁邊啊 就是代客料理區 如果你在裡面買了海鮮 那你想要馬上吃 你就可以拿來這裡面 這個鵝仔寮很推薦給大家來逛喔 我覺得裡面好乾淨 而且它的魚標價的很明確很清楚 然後我覺得更開心的是 你就是傍晚黃昏時刻來買啊 因為有些店家要收攤了 它就會賣的比較便宜一點 然後那個市場附近就有一些那個小吃 我們吃了那個鵝仔煎 然後很好喝的小瓶檸檬愛玉 那這個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喜歡我們影片啊 記得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喔 那我們下個影片見 掰掰